欢迎收看今天的个股解码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Kinsley 现在是2016年5月31日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6点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 中概股阿里巴巴 代号BABA 今日盘后 阿里巴巴宣布 软银集团将减持其股份至28% 拖累股价小幅下挫 据悉 软银集团将新成立一个法定可转换信托基金 发行总额为50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券 这些债券可在三年内 转换成为阿里巴巴的普通股 此外 软银的全资子公司将与阿里巴巴集团 展开一系列的交易 其中包括 软银集团将向阿里巴巴集团 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票 向阿里的合伙人出售4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票 以及向阿里的主权财富基金出售5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票 这是软银集团自2000年1月份投资阿里巴巴以来首次出售阿里巴巴的股份 截至2016年3月31日 软银集团仍持有32%的阿里巴巴流通股 而经过这一系列的交易 软银集团所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将降至28% 受此消息影响 阿里巴巴于盘后下跌超过3% 股价爆79.51美元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个股解码 我们明天再见